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到底Google Earth有哪些版本 刚刚我们讲Google地球跟Google地图 对不对 它的差异 那Google Earth还有好多版本 首先你可以看到 您可以直接打开这个网站 就是它官方网站 你看我从这边打开 好 你可以看到它有网路版 就是我们刚刚用的那个版本 另外呢行动装置的APP 当然它也不错过 所以这里也有 但是呢功能最完整的就是电脑上的版本 可是这只是三个哦 可是呢您可以看到 它除了这个以外 你看右上角 有没有更多 对不对 所以它总共您可以看到有这么多版本 那么 这个Google Earth Studio算是比较特殊的 也就是说如果您想要做一些比较客制化的动作 像电影上的那种情节 我们刚刚做的是比较稍微比较粗糙一点 对不对 因为它是以资料 就是说呈现为主 真实资料呈现为主 不是以视觉的为主 那如果你需要有比较视觉化的效果 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后半段会有一部分要请大家申请这个账号的原因 因为你用这个做真的更厉害 对效果更好 以前我们是要用所谓的特效软体才可以做到 现在完全不用 好那另外像Google地球引擎 虚拟实境 虚拟实境应该比较没问题啦 就是VR的部分 那还有一个就是它也有推广计划 所以呢它并不是单纯的就只有做这件事 其实你老实讲就像今天一开始杨老师所介绍的Google算是比较还有良心的 也就是说它其实说真的 虽然最近Google被AI打得很惨 对不对 让我们想到了万一没有Google的日子要怎么活下去 因为说真的 其实以我自己来讲我用Google的服务是相对比较多的 以前很难想像没有Google的日子嘛 感觉最近有离那个日子比较近一点 因为这次我一讲大反攻 利用AI整了很多 可是我们必须说 你看像Google Earth这些地图的图资 它花了多少的钱下去做 可是其实它的回收并没有那么快 它并不是一个国家级的单位对不对 虽然它已经是富可敌果了 但是其实民间单位能够投注这么多资源 让你去用它这个都很不简单 那你看我们之前去年之前 Google的云端硬碟教育版的还有无限空间 对不对 你用了多少年 我用了至少快七八年 大家都没有给你收货钱 对吧 所以我是觉得Google是相对 这些企业来讲相对有良心的 就是有那个理念在的 那您了解了这些版本之后 我们先来看一下 Google地球也是有故事的 而且呢 这个是一部真实的电影 有没有老师有看过这部电影 叫做慢慢回家路 你不要看到海报这样子就以为 这个 这个 您在那个Google Play上好像还看得到 我去年还是前年 还有在那个就是春节 还是平常的那个电影台上面有看到有播 这很特殊 是因为Google地球的真实故事 因为你看一下我这边有稍微提一下 在这里 就是他当初这个就是男主角 他本来是印度人 他跟他哥哥就是小时候 就是在什么 在那个乡村 然后呢 结果他们跑到火车站 那他跟哥哥走私了 但是因为年纪太小 所以怎么样 他不知道那个地方 那结果他们 他就搭上一个火车走了 那结果他哥哥在找他过程 被 我说没记错 应该是被火车就撞死了 那他后来呢 因为离开了嘛 他也不知道在哪里 就被收养 然后辗转到了那个英国 到英国去了 后来他念到大学的时候 那个时候Google Earth 有人有看到他有 就是说就是他有自己看到 这个Google Earth 那他隐约知道他不是英国人 只是他印象中只知道他是印度人 但是他不知道他那个火车站叫什么名字 他就开始就是用Google Earth 这样一个车站一个车站慢慢找 最后终于让他找到他小时候印象中的那个车站 结果真的有走回到他的家 所以这个是蛮特殊的一个就是真实故事 那如果有兴趣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 你看这里是他的那个电影的一个就是介绍 可以简单给大家稍微看一下 他的情境大概就像这样 这个就是刚刚他在大学上的一个情境 在电影的最后那个男主角跟他的妈妈 就是真实的人物是有现身的 所以他最后其实回到了那个印度去 I had another family a mother a brother 有没有这个都有获奖 所以我觉得还蛮特殊的 好这就是他跟他哥哥分离的 所以虽然不是那个那个什么那种爱情片 虽然里面也有他跟他朋友的一些 但是就是像这样子他完全不知道他在哪里回不了家 你看他就长大之后就回回到这个印度去找 然后开始这样一路一路走回去 好OK 这个有兴趣呢大家真的可以参考一下 事实上还有另外一个真实故事 也是我们刚刚提到这里 就是Google地球不是有所谓的推广计划吗 他就有利用这个计划 利用这样的资源 推广雨林的保护 所以呢在巴西 雨林被砍了很多 可是呢他们原住民就利用这样的方式去验证 好你看我的现在的这些雨林 现在剩多少 然后去看这些保护这些雨林 不要再怎么样受到破坏 所以另外一个真实故事也有 好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了解这样之后我们在做真正操作不过地球之前 还是需要知道一件事情 知道什么事情 就是这个 有关于地球大小的问题 应该说地图大小的问题 老师知道麦塔托地图投影法吗 知道吗 还是你都觉得 反正都一样大 真的不一样大呢 因为我们现在平常看到的地图是像这样 对不对 因为我们是一个接近球体的椭圆嘛 那你把这个把它摊平 好像我们那个包装糖果的那个纸 你把它摊平之后 因为有很多不同的地图的投影方式 那这会造成一些失真的问题 所以呢 有一个 有一个 这里哦 这个网站 刚好有介绍到 有介绍到 因为你这个投影出来啊 你现在有看到这个投影 事实上我们大部分现在用的就是麦卡托的投影 所以在南北两极 这边的国家投影之后 变成就是我们一般的这种所谓的平面图 它会怎么样 南北两极国家会变得比较大 嘿 在中纬度的国家或低纬度的国家 它的比例是没有变化那么夸张的 但是在中高纬就是高纬度的 会变化很大 会造成你的错觉 说诶奇怪 怎么看起来好像那个国家都好大 可是事实上它的国土面积没有那么大 就地图上视觉上看起来 好 那所以呢 有一个网站 可以让大家去怎么样 去用比较的 因为我们常常看到新闻也好 或者是教材里面 我们常说 啊这个国家是台湾的几倍大几倍大 有没有 你用这样子比较是因为你生在台湾 你比较清楚 所以呢 你可以看一下哦 在这边 你进到这个网站之后 你看它给你三个国家 给你三个国家 这个地方在哪里 这个是不是在非洲 对不对 诶你有沒有感覺到 非洲真的很大 美国放进来 然后这个中国放进来 都没有它一半大 那非洲是在我们的低纬度跟中纬度国家 对不对 所以你看这样比较 但是这样你没有感觉啊 所以我就 你可以在滑鼠上按右键哦 你可以就把它先清掉没关系 你看你找个台湾 台湾 它目前只能比较国家哦 来你看台湾跑出来的 有没有 在这里 好 台湾跑出来了 那你看哦 我刚刚是不是说 往北边或往南边 它会变大 往南极或北极嘛 所以我们把它往往上面拉 你看 往上面拉 拉拉拉拉拉 来这里 你看我原本在这边 我先 抓个画面 我们做个比较 原本是这么大 你看我把往上上上 好 到这边库叶岛 对不对 好再上来再上来 有没有到北极了 你也没有明显感到台湾变大了 有没有发现不一样 真的不一样 对不对 所以 千万不要被地图上的大小 所迷惑的 真的不敢看 那我们再找一个地方比 你就会很清楚 有一个地理位置 跟我们台湾很像的 在哪里 在那一部卡通拍的地方 叫做马达加斯加 有没有 有印象吗 有对不对 因为他的位置 是不是也是在大陆的边缘 可是 虽然 纬度国家也跟我们差不多 但是 人家真的很大 哈哈哈 因为 非洲大陆很大 好 那你也可以再去比啊 你看 你用台湾去比 你的那种 相对的概念就比较多 那你可以比看看 我们都说台湾跟荷兰差不多大 来你也比看看 台湾跟荷兰 你有没有感觉 荷兰 有没有 真的差不多 这样用实际的这样来比 是不是大家整体观念就比较清楚 就不是说啊 那面积多少啊 那种想象的 那我们跟英国呢 英国也是好几个台湾啦 但是实际上它也不算太大 对吧 所以这个是 蛮有意思的一个服务 你就可以参考看看 实际用这样来比较 那像新加坡 各位就知道像台北市一样而已嘛 所以如果你想要跟新加坡 来比较 你就把它拉到新加坡去 好 这样也很好 这样您了解了 OK 所以我们把跟地球的地图的一些知识 先跟大家稍微建构分享一下 那等一下呢 我们就实际来用看看